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學生時期在全大運拿過萬米三連霸 和萬米及5000公尺的雙料冠軍 他是桃園人和國中的專任教練葉日紅 他現在同時也是一名選手 在2022年底台北馬拉松 他突破自己PB10分鐘 拿下國內全馬男子豬亞軍 今年的萬金石馬拉松 他也首次參賽就跑出國內組季軍的好成績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認識葉日紅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葉日紅 目前在人和國中擔任專任教練 那也是兼選手 他自己本身也是人和國中畢業的母校在校生 所以很榮幸可以到學校來 繼續帶學生 然後以不同的身分繼續訓練下去 那你也有1001夜這個封號對不對 嗯 對 沒錯 那是你自己取的對不對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其實1001夜是剛好 是我跟我一個學長的認識 他覺得1001夜很適合我 原因是因為1001夜也可以簡稱說法叫天方夜譚 那天方夜譚就是不可能實行中化成可能 這個名言讓我重新反思我自己的所有的經歷跟人生 只要做 用心 堅持 就一定可以做得到 那可以分享一下你加入田徑的契機嗎 是國小的時候 然後因為一個運動會 跑100公尺項目 就突然被抓出去 對 抓到車印看我速度還不錯 然後就問我說 你有沒有興趣想要加入田徑隊啊 然後我就回去問了爸媽 爸媽就也是很樂觀 就說好 你想去做你就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也沒有阻擾我 那你國中好像重心比較沒有在田徑上是嗎 嗯 因為國小練了兩年之後 上國中我就覺得我沒有那麼大的興趣 所以每一次每一年的韓訓跟蜀訓 因為我幾乎一開始的第一天到一半我都不會練習 我就會跟自己的家裡說我會去練習 然後我就藉此理由 我拿著這個他們會給我鎖費 就是吃飯的錢 我就拿這個吃飯的錢去打網咖 對 打電動 然後跟學校的教練請假說我身體不舒服 所以請了大概就是一個多禮拜 那時候教練就是一直覺得說要挽留我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要挽留我 可能是因為國一的時候我還年輕 覺得還有機會 大概在國二的時候 就開始認識到一些不好的朋友 然後我就已經比較 生活沒有重心在田徑圈上了 那時候騎國他已經沒救了 我已經身上已經有了六隻的大鍋 然後小鍋已經有五數隻 警告也非常多 那時候其實學校已經要準備強制讓我轉學 心裡覺得也覺得無所謂 然後可是到最後一次犯錯的時候 其實讓家裡的爸媽心很累 最後一次的時候大概就是 跟我四個朋友 然後做了一個讓我自己也沒辦法太接受的事情 應該說到現在應該也是吧 就是霸凌這件事情 那時候我們霸凌的對象是一個智能有問題的小孩子 朋友呢 就拿那個煙很燙 就是跟他騙他說你有糖果吃 你手伸出來 然後把那些煙直接燙在他手上 如果今天反過來 如果是我被對到這件事情 我都會覺得很痛 而且我也很常去 可是那個弟弟竟然沒有 沒有跑掉 那時候的我 我沒有意識到這個事情是嚴重不嚴重 我心裡當下開始其實有點不安感 開始出現 有點內疚 對 然後其實那時候我們大概已經知道 他爸媽已經開始在找他了 我在警察局的狀態上 我們被面壁試過的概念 我其他四個朋友站著還在笑 但我從進去那一刻我在哭 他父親一來我只做一件事情 我直接就是跪下下跪 然後跟他父親道歉 我跟他說 我說叔叔對不起 我說很抱歉 傷害你的小孩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講完那句話 才原諒了我們這一群小孩 因為如果那時候如果照著程序走 我們是要被送到少年抗戶所 然後就會有紀錄跟前科 他並跟我父親說 你小孩還有機會可以救 以往以前犯錯都是回到家 我父親叫我坐下來的時候 都不會是真的坐下來 而是會直接就是坐下來 然後手就一巴掌望 臉上就揮上去了 結果我就很膽戰心驚的 這樣慢慢地坐下 就是坐在椅子上 結果我父親沒有打我 就跟我說 你就要像把我當成你的朋友一樣 你可以對我講一些三字經也沒關係 要講什麼都沒關係 你就直接像朋友一樣這樣告訴我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 從那一刻開始 我感受到我需要改變 所以在要準備畢業前的半個學期 我開始認真的效果 做勞動服務 對 勞動服務一直做 田徑隊也回去練了 對 我會開始練了 我就開始就是 做我該做的事情 我不想辜負 就是現在來說 老師跟我爸媽 就是一直在幫我這件事情 確實有跑出成績對不對 沒有入選亞森國手 對 到高二的時候 田中運那時候 狀況很差 那時候在高二的時候 是在桃園班的 但結果在熱身前 其實我急性腸胃炎 然後五千公尺的時候 那時候 一大早的比賽 然後學長姐都在上面 我就心裡想說完蛋了 應該會比不好 因為我那時候一萬比完 然後我去看醫生 然後掉那個不倒塌 去掉點滴 然後想說應該比不好了 那我沒想太多 我就這樣慢慢的跑 慢慢跑五六位置 然後跑到後面 我怎麼發現 我跟曾經緯怎麼跑在一塊 然後跟後面集團脫開了 跑到最後三百的時候 我就突然覺得 我好像還有力量 我三百的時候 就拍出去 然後開的時候 結果太早開了 然後後面一百 就有點縮鋼 可是我們幾乎兩個 同時壓線 那就是跑出十五分十八秒 然後只是插在後面的尾數 然後我們兩個 但還是他先 那我就第二這樣 然後我們因為這樣 然後就達到了 牙青的五千公尺標準 你到了大學 你成績也是非常好 就是雙聯霸冠軍這樣子 我覺得都是命運跟機會給我的吧 每一次比的大專盃 跟不管是球技盃比賽 我幾乎都帶傷上陣 我最記憶有些人應該是在 中立 中央大學 然後那時候我沒有帶到丁鞋 我那時候已經先比完一萬公尺 然後我丁鞋再放在外面曬 然後我只帶著袋子 然後我到起跑線上的時候 我就這樣跟學王說 學王 我沒有帶到 沒有帶到丁鞋 然後我很慌 然後那時候老師他們也來了 然後我們就cue老師說 學弟有沒有帶丁鞋 跟我腳一樣大的 然後他說 然後沒有 然後老師說 不會啦 穿布鞋就贏了 然後我這樣 穿布鞋就贏了 就是哪來的自信說 我穿布鞋就會贏這件事情 但我沒想說 出去我就直接帶了 會贏就會贏 會輸就會輸 所以那時候就穿布鞋 然後拿下冠軍 所以 這樣要跑贏了 對 跑贏了 所以那時候別人說 我是不是看不起人啊什麼 那其實並沒有 對 一點都沒有 因為我在受傷的時候 我就開始做一些 訓練 我平時 在跑步的時候 沒辦法做的 我就一直多做 然後再回去訓練上的時候 我很快又 進步了 如果我練習不全力以赴 這件事情 我又會知道 我追不到前面那一個人 就是 周庭義 那時候是學校裡面最強的 就是他 所以我那時候心裡就一直想 我想要超越他 我想追上他 但是那時候剛進去 我都跟他離得非常的遠 就是每次開課表或後段 我都沒力 學長還是可以在旁邊跟我說 欸 你要跟上喔 然後我就覺得 哇 那我感覺我還差大一大段 所以我才覺得說 每次練習我一定要超過 100%的能力來訓練 我才可以突破 108年的全運會 然後就是跟學長比拼 五千公尺 那時候就是我超越他的那一次 那一天五千公尺上場的時候 我就想說 好 不管啦 我就是 我就跑我自己的 那時候 前面就是李其爐帶出去 然後帶個幾圈 我以為我的 我的好朋友真體 我也會大概出去個幾圈 結果沒有 然後這樣 我心裡就這樣 算了啦 好 我帶啦 所以我直接就出去帶了 然後之後就看了 我學長昨天一直咬著我 咬到後面一直沒有放 然後我想說我要贏他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 如果我要開四百 我可能有風險 所以我想說我要開一千公尺 所以我一到一千公尺的時候 我就直接把我身體的力量擠出去 然後擠出去開始呢 咦 我發現拉開了 然後後面就默默的 然後就咦 終點我就 我就贏了 就真正贏了一次 然後也是我首度第一次拿到 全英會的金牌 跑進學長以外 然後成績也突破 而且還在自己的主場地 所以那時候我當下很感動 然後還看到自己的母校教練 就是 我就看到我們現在從眼前跑出來 然後很感動就是 留著那種犯類的狀態 然後我其實也很感動 然後就是抱著我的教練 我說我這一切我做到了 我其實也很感謝周廷經學長 是因為 他有一次 我記得他被受訪時 他說他來 會想來 就是學校訓練 是因為有我在 這件事情 就是可以受到刺激 然後可以互相較勁 這就是 有相同理念跟信念的人 會有一個感染力 然後帶在同一個職場 就是會互相的一直在往上走 你現在身兼教練跟選手的身份 你自己是怎麼調適的呢 一開始的時候其實蠻 蠻累的 訓練很容易因為這樣 然後受到影響 然後因為那時候很多的老師 跟 有在跑步的一些 就是素人 然後都會跟我說 你要堅持下來 你要去做 你該做的 你千萬不要放心 那你在跑班當教練 跟當學生教練 你覺得差別在哪裡 跑班的學生 畢竟也是在外面工作的人 所以他們的心態上都很穩 交東西給他們 他們都很能去理解 我覺得最困難可能就是學生 學生 因為是在國中這種階段 他們會有很多的變數 可能會突然不練 或者說 其實根本沒有那麼大的興趣 所以他們平時的累 面對訓練這件事情 已經是一件事 心態上又更重要 因為我常常每次跟他們比賽 我都會一直要 反覆地跟他們重複地宣導 比賽時的心態要怎麼樣 要怎麼去面對比賽 要怎麼去 面對各種壓力 因為我自己現在還是選手 所以我很難懂那個心境 所以我就會 想盡辦法用我自身經驗 給他們去調整他們比賽的心情 心態不對了 比賽就不會好 基本上一定是前陣別 所以我覺得在帶學生上面 要花很多的功夫 教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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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但至少我會知道我有用心這樣就足夠 不管現在是帶人處事還是品性個性 現在給你們的 不光是現在你們可以用 等你們以後上了高中 甚至出了社會 這所有東西你們都是用得到的 因為你國中比較算是問題學生 你有想過 你現在竟然是國中生的老師和教練嗎 沒有想過 如果真的沒有很多人救我 我覺得我以後就當牛榜而已 但我還蠻感謝後來沒有走歪 就是回到一直在這一條路上 你其實除了是選手也是教練 但其實你也是人夫 那你太太也是喜歡運動的人嗎 我有試著帶他運動 但有一陣一陣的 他雖然不太懂運動 但是還是很支持你 對 因為他經歷過我放棄的那一段 跟我回來道路的那一段 再付出的有一點是我最想放棄的時候的 就是因為有關老婆 跟家庭 老婆得了憂鬱症 那一段時間我就是很痛 我很想放棄 因為顧家庭這件事情 我就沒辦法訓練 我那時候我就會覺得我自己很自私 我為什麼要為了自己的一個夢想跟 然後造成給他身上很多的痛苦 我剛好除了我老婆得憂鬱症這件事情以外 我媽媽又得了一個躁鬱症 所以那時候我做的一個兒子的本分跟老公的身分 就是要陪伴好他們 照顧好他們兩個 犧牲掉我訓練的時間也沒關係 帶他們去打雨球 帶他們去游泳 帶他們去做一些事情 我都沒關係 因為我不想放掉他們 我也很感謝他們後來好了 然後也感謝他們這樣一路上的支持 然後讓我能夠有現在 我葉日紅有這種成就跟能力在這裡 體育盛牙中你有特別感謝哪些人嗎 我不知道 我現在又面臨的到一種感覺叫 感謝的人又太多了 很感謝那個還願意幫助我的 不管是廠商還是 每一個不同道路的人願意這樣幫助我 要用什麼東西來付出跟回饋 我覺得就是把我現在該做好的事情做好來 把我這個跑步跟我的夢想 跟目標成一直線 並好好執行跟規劃 跑出我自己的一個人生 跟我該有的一定的水準成績 就是最大的一個回報 那你有沒有特別喜歡的運動員 世界的話還是吉普橋格 再來是日本的大破竭 在台灣呢最喜歡的應該也是張家哲 那因為你也有奧運的夢想 你有想要怎樣去一步步實踐它嗎 我現在目標應該就是想把成績跟 的訓練的周期都會放在 以220以內的一個強度去做執行 只是執行自治之中要 怎麼去恢復怎麼去訓練 這就是細節要做好 海外畢竟的氣氛跟氛圍 跟國內的比賽的氛圍是有差的 所以我應該預計給明年 明年去海外 所以我是自己給自己時間 一年的時間去海外 我可以評出什麼樣的成績 但我自己的目標還是想要 跑進220以內 是我的一個首次的目標 那你離開學校之後 你有什麼規劃嗎 因為我現在訓練其實只有練一餐 很不夠 所以我自己顧客是9月初如果我可以 我希望我可以好好經營的跑伴 這個班我做得好比較穩定 然後搭配著好的一些訓練 跟物理治療然後恢復 我相信在我訓練上面 我覺得我狀態基本上應該可以回歸到 甚至突破到我以前在大學時期的高峰 但我在追求這種高強度的時候 旁邊是所有東西你要自己去平復好 都是必須得只能靠自己 訓練上更充足的時候 我相信對於我要踏進奧運夢想這件事情 我相信對我來說應該不難 好奇你有沒有什麼座右銘 或是喜歡的一段話一直支持的你到現在 凡事堅持秉持初衷必定會成功 因為我覺得我可能人生走了很多不同的景色 所以我現在學到的是 只要你看的地方高度不同 你未來面對到的景色 你看到的風景會是不一樣的 今天很開心和葉日紅聊到他的人生經歷 相信他能持續跑出巔峰挑戰別人眼中的不可能 那我們和葉日紅相約巴黎奧運見 掰掰 不然多累我都你接受 希望教練可以一直留在人口 只要我們只要一個版材 他都可以那個注意著 他都能觀察得到 就演技很厲害 教練對我們很好 在訓練方面就是很為我們著想這樣子 到9月就要走了 然後剩下的時間就好好珍惜 謝謝教練 好的好像沒有人可以取代他一樣 然後是真的很喜歡教練 那我希望是葉日紅教練一直帶走 我現在有這個夾擊 就是我可以完全容易發展 也是教練帶領我 教練謝謝你這段時間在我低潮的時候 把我帶起來 就是都不會放棄我 吃之以恆其實都會完成夢想 教練應該可以 我相信教練 我猜不是盡量的兒子 我猜不是盡量的兒子 我猜不是盡量 你家人痛苦 我猜不是盡量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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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你的兒子 我猜不是盡量的兒子 那飛萬ти 我猜不是盡量的兒子 你為 entrar 也很多不多